从生到死有多远 无息之间 从迷到雾有多远 一念之间 法性与空性 法是指一切万物 它包括了一切的人事物 还有其看法、想法、做法 法性是指一切法之特性 佛经称之为法空之性 也即是一切法之真实性 是诸法它真正的意义 所谓法相是指诸法它的形状 相貌、意义或含义的意思 一切法的真实相 即是诸法它无法可见的真相 是诸法它隐藏在背后的实相 是见非所见的意义 也是非见所见的意义 同时也是无所能见的意义 见非所见 与非见所见 是指当能见到诸法它的真实相时 实际上 并非是眼睛所见 而是凭我们的智慧 也就是 凭我们自信清净之间决性所见 所以称为非见 既然诸法的实相是无所能见 无法可见 非见所见之法相 那么所谓的法相 也就是空相 无相 换句话说 诸法是空无意义 没固定意义 多重 而且是多变之意义的意思 即是佛经中所谓的无等等相 虚空本来无有 然而却因为我们以它来述说一切法相 背后的真相 而成为了有 因此 当我们开始论空的时候 空实际上就成为了法 所以法即是空 空即是法的理解就在这里 大波涅槃精云 善男子 空明无法 无法明空 譬如世间无物明空 虚空之性亦负如是 无所有故 名为虚空 既然 空因为述说而成为了有 那么它即是非无了 意思是说 空若无其名 即空 若有其名 即非空 换句话说 空是无名即有 有名则无 也就是非有 同时也是非无的意思 如果从字意上来论之 空与无 事实上是有其分别的 因为空实际上是并非无 所以还是有 而无 实际上则是非空 所以是非有 正因为如此 无相 空相 实际上它并非是相 所以名为非相 更正确来说 空的真实相 实际是非有非无之相 它不是空相 也不是无相 而是并非其相的意思 因此 诸法之实相 是近非所见之相 是空与无之相 又名非相 同时也是没有意义之形象 相貌 是没有固定意义之形象 相貌 即多重 并且是多边之形象 相貌 与意义 所以 诸法之实相 即是空相 是一切法 皆空无意义的道理 而所谓 空的道理 也自然地成为 法的道理了 虚空 本来无法可说 无法可视 但却因为说法 而成为了法的道理 所以 诸法的实相 即是空与无 知意义的道理 换句话说 诸法的实相 即是 空无意义的意思 空虽然成为了法的事实真相 然而 毕竟空的缘故 一切法相 也因此成为了空相 是无法能够改变之相 正因为空 是无法改变之相 是诸法的真如相 也即是我们所谓的真理了 诸法皆空的道理 是指一切万物 皆具有正反 对错 有无 知等等分别 它具有多重 与多变之性 是为空性 是必然有变 而终究成空的意思 也就是因空而聚变的意思 又名 空变 虚空它无有形色 但却凭借它物而成其形状 是凭空而聚变的意思 是为空变 虚空本来无有 可是一旦有了名 即成了非无 若说它有 可是它却无形 无色 所以也还是非有 正确来说 它是具有正反 有无 知等等分别相 也就是 无名即有 有名则无知特性 所以 被称为 非有 非无之相 是名 非相 这即是所谓的空相 是因空变 而毫无意义可言的意思 诸法皆具空性 是指一切法 皆没有固定的意义 并且是多重 多变 而且是必变 的意思 换个角度来说 这也是诸法它 无法改变之特性 它即是空性 但也是法性 是诸法的真实相 又名非相 所以空的道理 是述说法的道理 然而因为空法 即是无法 是无法可说 无法可见之法 正确来说 它既是非法 空它可以是有 但也可以是无 它的有 或无 完全是凭我们的心 怎么看待它 是因心而产生之分别 所以名为空变 是空无意义之变的意思 虚空 不止令人难以察觉 也容易让人视若无睹 可是 一旦我们发现了空的存在 却又不知不觉地轻视它 忽略了它 这是为何空的道理 是空说无凭 也是难解难信的道理 是无法可说 无法可视的道理 正因为如此 它也是无法可得的道理 虚空它不轻易被人重视 却容易受人清洁 它因为无形 无弃 无尾 所以又名空法 既无法的意思 同时也是宇宙间 无法可改变的规律与现象 换句话说 空法虽然是述说诸法的道理 却也是无法可说 无法可视 无法可改变 无法即可的知法 所以空的道理是无法之法 意思是空无意义之法 是无有固定意义之法 空既然是无法 那么它就并非是法了 既然虚空的道理是无法之法 那么它也理所当然的 无法可说 无法可是 无法可得了 既然虚空的道理 是宇宙间理所当然的道理 是无法之法 那么它既是无法改变的道理 也即是真如的道理 既然空的道理是无法改变的道理 那也就是说 空性 即是宇宙间自性清净之性 是佛经中所说的真如性 也即是我们所谓的真理了 我们必须明白 法相 虽然是空相 但空 它实际上并非是法 因为空的道理 虽然可以解释法 可是却无法的道理 能够解释空 所以 空的道理 虽然可以解释法 可是 无法的道理 能够解释空 理由是 虚空它可以 承载得了万法 但却无法可承载得了虚空 总的来说 诸法之实相 即是空相 无相 无相 即是无法 无法 即是非法 非法 即是空的道理 空的道理 即是真如 真如 即是宇宙间自性清净之性 自性清净之性 即是宇宙间 无法可改变的规律 即道理 无法改变的道理 也即是我们所谓的真理 只要是法 因为信空的缘故 所以 必定能够改变 是无法 可改变之 空的道理 也即是 真如的道理 简称真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